清晨的时候,天放晴了,一群小蝌蚪在池塘中自由自在地嬉戏着,蝌蚪哥哥也带着蝌蚪弟弟一起来玩耍。 弟弟,小心点,跟紧哥哥,别丢了。 嗯,我知道的,哥哥,我会跟紧你,不会丢掉的。 这时候,一个圆脸的小男孩在池塘边停下了脚步,他向池塘的水面上扔着石头,吓跑了小蝌蚪们。 蝌蚪弟弟游得太慢了,于是蝌蚪哥哥带着蝌蚪弟弟躲在了水草下面。 啊,哥哥,等到我,等到我。 蝌蚪弟弟,向下游,躲到水草里面,那样就不会伤着你了。 讨厌的下雨天,哪里都不能去,又不能和小朋友一起玩,好无聊呀。 嗯,他在说什么呢,哥哥。 他好像不开心,没有人跟他玩,他很无聊。 啊,那他不是很孤单吗? 我有哥哥陪着,他都没有哥哥陪着。 多孤单啊,哥哥,我们上去陪他玩吧。 弟弟,慢点。 蝌蚪哥哥和蝌蚪弟弟快速地游到了水面上,慢慢地靠近了圆脸小男孩。 小男孩也注意到了蝌蚪哥哥哥和蝌蚪弟弟,他立刻兴奋了起来。 哇,好可爱的小蝌蚪啊,你们愿意做我的弟弟和朋友吗? 要是愿意,你们就转个圈。 你们愿意跟我回家吗?我要把你们养着,然后看着你们长大,最后变成小青蛙。 你们愿意吗? 啊,你们等一下,我这就找个东西把你们带回家。 嘿嘿,好开心啊,我也有弟弟了。 嗯,先用这个吧。 我们回家喽,到时候我给你们换一个又大又舒服的家。 小男孩的家住在池塘的另一边,要经过一个绿油油的小山坡。 山坡上还有一块光秃秃的大岩石。 小男孩快走到大岩石旁边的时候,脚下一打滑,啪,瓶子掉到了地上碎了。 啊,蝌蚪兄弟在地上一蹦一蹦的,小男孩赶紧用手捧起蝌蚪兄弟。 啊,对不起,对不起,我不是故意的。 蝌蚪兄弟,你们在这里等着我,我很快就回来,我家就在山坡下面,我回家去找一个漂亮的杯子,给里面装上水草,然后就来找你们。 你们可千万不要乱跑啊。 圆蚪的小男孩走了后,鸽蚪兄弟在小水塘里面来回游着,等着小男孩回来接他们。 喂,小东西,我这儿是你们玩的地方吗? 一个苍老的声音吓着蝌蚪兄弟了。 谁在说话? 他们左看右看。 啊,原来就是这块大岩石,它的岁数很大了,得叫它岩石爷爷。 小东西,你们是怎么到我这儿来的? 我们吗?我们是被一个圆脸蛋的小哥哥带来的。 他可喜欢我们了,要把我们养起来,还要和我们做好朋友呢。 还说要看我们变成大青蛙。 哦,小哥哥就把你们养在我这儿吗? 不不不,他把我们装在小玻璃瓶里,刚才不小心把小玻璃瓶打碎了,只好让我们在您这儿待一会儿。 小哥哥会来接我们的,他去拿一只漂亮的杯子,还装上水草,让我们住在里面。 哦,是这样啊,那你们就先待着吧。 可是等一会儿,太阳会把这点水晒干的,你们的小哥哥可得赶快来呀。 嗯,他说了他会很快过来,谢谢您岩石爷爷。 就这样,等啊,等啊,小哥哥没来,来了一只小花狗。 小花狗口渴了,看见大岩石上有个浅浅的小水糖,就伸出了舌头。 不行,不行,小花狗,你不能喝这儿的水。 诶,这点水很快就晒干了,让我带你们下山坡去吧。 嗯,不行,小哥哥说好来接我们的,我们在这里等他。 嗯,那好吧,你们继续等吧,我走了。 太阳晒得更厉害了,水慢慢地给晒热了,小哥的浑身不舒服起来,只好一个劲地扭着身体。 岩石老公公看见他们这样子,心里真着急。 这时候,正好有只小花鸭,从他跟前走过,他急忙叫住小花鸭。 小花鸭,帮个忙,把这两只可怜的小蝌蚪送下山坡去吧。 好啊,我正要到河里去洗澡,我带他们去吧。 嗯,不可以的,小哥哥说过要来的。 是啊,要是小哥哥来了找不着我们,他多难受呀。 啊,两个固执的小家伙,真是一对小傻瓜呀。 我走了,你们继续等吧。 小水塘里的水越来越烫了,越来越少了,小蝌蚪把身体紧紧地贴在岩石爷爷的身上,一动也不动。 岩石爷爷心疼地看着这两个小傻瓜。 哥哥,你说啊,小哥哥这花是在找杯子,还是,还是在捞水草? 嗯,他一定走在路上了,拿着漂亮的杯子盛着清凉的泉水,那水好清,好甜啊。 哎,真是两个固执的小傻瓜呀。 快到中午了,太阳晒得好厉害,小水塘的水晒干了,两个小蝌蚪浑身像着了火一样,没多久就完全失去知觉了。 岩石爷爷难受极了,不停地叹着气。 下午天气凉爽了,那个圆脸的小哥哥来了,他拿着一个漂亮的杯子,里面装满了泉水,还有漂亮的水草。 路过大岩石的时候,他看也没看一眼,就跑去山坡下的小池塘了,他已经完全不记得蝌蚪兄弟了。 只有岩石老公公还记得两只可怜的小蝌蚪,他们已经变成两个小黑点了,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。 他们在做梦呢,梦见漂亮的杯子,轻轻的泉水,绿色的水草,圆脸大的小哥哥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